早前 本地一些组屋区出现了冠病感染群 如果邻居感染了病毒 国人会不会担心病毒从污水管传播 当然会担心 我每天都会在放厕所 放消毒 当然会 应该不会 管理这些的人他们应该做好工作 到底组屋污水系统是怎么样的 前线邀请了公用事业局的工程师来跟我们说明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典型家庭厕所的污水管系统 在座高楼中每个单位的污水会通过重力 从污水管输送到地底下的公共污水管往 发言人说 楼上邻居排出的污水 在密封的设计下无法渗入到我们的组屋里 首先我们的污水管都是密封的 以确保污气或污水不会外泄到屋子里 另外我们的马桶内还有排水口下方都有着积水器 他们能确保污气不会从污水管系统外泄出来 每当我们用洗手盆或冲凉时 水会流到积水器中 以确保时刻有足够的水量 不要让污气外泄 为了确保病毒不会通过污水管传播 污主也应该定期检查 确保污水管没有损坏 比如说冲马桶的按钮损坏 污水管的接口处有漏水的迹象 如果发现到这些情况 请尽快联络持有执照的水管工人 来进行检查和维修 冠病病毒感染者无论是否有症状 都有可能透过粪便把病毒排出体外 这时候污水监测就成了一个 有效检测社区病例的方法 目前本地有200多个地点设有污水自动采样设备 实验室每周也能处理2500份样本 国家环境局计划到了明年 把污水监测计划的地点增加到400多个 污水监测是一种非侵入性的监测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辅助个人试子检测 帮助我们及早发现和隔离病患 如果我们在污水中没有发现到病毒的碎片 我们就可以更肯定这些地方是没有病毒传播的 至于曾出现冠病感染群的地方 污水化验将持续一段时间 直到污水样本检测成因形结果为止 负责采集样本的前线人员说 在采样时他们得非常小心 确保自己和周围居民的安全 这项工作具有挑战性 这里是红山井感染群爆发时 他们通过追踪和调查后 决定进行污水监测的其中一个地点 监测地点取决于几个因素 这包括污水网络的适合度 比较有可能收集到人口排泄物的污水 以及能够让卫生部追踪和识别 新病例的监测点 黄翠金博士表示 他们能从一个污水管道 收集一座或数十座组屋居民排出的污水 他们所抽取的样本 每个约200毫升 一次会采集大约6份样本 那怎么从污水样本中演出是否有病毒 前线到了研究污水监测技术的 新加坡环境生物工程中心CELSEE 请教郭伟秋博士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污水样本 我们先消毒 那这是一台高速离心机 我们会把样本放进去 它就像一台洗衣机会旋转 然后会离心分离 那我们将样品取出的时候 就会发现到这里有沉淀物 然后如果这个样品里 有新冠病毒的基因碎片 它就会存在在这个青叶当中 我们就要将这个青叶浓缩 我们导入这个有膜的塑料容器 然后再次地放进这个高速离心机里面 研究员会将浓缩后的样本 进行化学处理 如果里头有冠病病毒的基因碎片 就会被复制 好让检测更准确 理论上几千人当中 如果有一人患病 即使没有症状 理论上是可以从污水检测中 检测出来的 所以对大量的人口作为检测的方法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案 而且对比其他的检测 其实污水检测是相对的便宜一些 不过污水检测是不能区分 这是新增的病例 还是已经在康复 但仍在排泄这新冠病毒基因片段的人 所以我们也无法确认这病例的数字 郭伟邱博士说 他们在2019年就和一些机构 筹备污水监测项目 去年冠病疫情爆发 由新加坡环境生物工程中心的 汤姆森教授带领的intracrit研究团队 正式开展科研工作 郭博士说 其实污水监测病毒的方法 早在50年代就已经被使用 其实早在50年代 就用来检测小儿麻痹症的病毒 因为能够从污水中准确地检测出 小儿麻痹症的病毒 所以污水检测变成 就是控制小儿麻痹症的传播的重要工具 那前人立下的污水检测的技术呢 就是对我们现在有着很大的帮助 前人种树 后人遮阴 几十年前的方法 配合现代科技 能够更快速地检测出病毒 但要有效遏制病毒重播 少不了前线人员的不懈努力 和公众的紧密配合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巴士界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